123 戴公報 海源為海豹除白外漲 2015年7月15日 港文A10 戴公報信 實習記者陳俊報導 海洋公園今年3月成功為一隻癡性海豹的有眼進行白外漲而除手術 滄海源為海洋捕魚類動物做白內漲而除手術先河 亦是第一次應用混合技術 混合技術大大縮短動物康復時間 並連該海豹重建光明 21歲痴性港海豹Rose於九年前發現患有白外漲 視力逐漸下降 直到上年接近完全失明 今年3月 Rose接受混合式白外漲而除手術 以恢復清晰視力 醫護人員使用混合技術時 會在海豹的眼球開一個漆口 然後利用超聲波爾氣乳化眼球精臟體內混軸的部分 並將枝吸走 最後直接從漆口取出未能乳化的部分 海洋捕魚動物監督蔡震業指出 為配合今次手術 訓練員設計了點眼藥水訓練 近距離驗眼訓練及按照停留訓練 以令眼睛檢查及護理程序能順利進行 他少子 Rose現在已完全康復 並比以前活潑浩動 海洋公園獸醫總監馬伯樂表示 海豹於水中生活 容易影響手術傷口 其眼睛比人類大10至15倍 海豹白內漲一般亦比其他捕魚類動物巨大及堅硬 因此醫護人員為海豹進行白外漲 而隨手術甚具挑戰性 海豹倒在任何程度合適 海豹進行白外漲 海豹進行白外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